數位發展部近期遭炮轟 打炸毫無成效 立委徐小新再爆料 數發部600個員額中 卻有300個約聘人員 其中有公務人員一天到晚 在臉書罵在野黨 這些人過去有的是民進黨黨工 或者是激進的綠營支持者 我有看到一些 沒有公務人員資格的人 他過去可能跟我在學校 學生會時期有認識 根本就是在數位發展部裡面工作 然後每天上班時間 就是罵罵國民黨 然後宣傳一下 數發部到底又做了什麼 網友大三 約品比例這麼高 都放了民進黨的親朋好友嗎 真不知那些真正的公務員 拼死讀書靠國靠 看到是作何感想 重點就在他可以放最多的自己人 所以哪一個派系 把這個部長的位置拿到手 未來可能網軍 側翼 說不定又從這些地方開始冒出來 數發部正義連環報 甚至遭諷刺是出差部 藍軍指出 其中有兩個人出差到美國舊金山 八天就花費高達72萬元 簡直是一個小老百姓的年薪 其中一人機票錢 甚至達到17萬 也被質疑是為了部長唐鳳 良辰打造 但數發部緊急澄清 預算是依規定編列 次長及以上官員 都可以乘坐商務艙 數發部到底發揮了什麼功用 沒有人知道 然後你們天天報出差 請問一下你們又做了什麼事情 出國預算公務人員是有上限的 可以讓你們無限制往上報的嗎 難道是因為是唐鳳 蔡英文的愛將 就可以隨便他高興怎麼玩 你就怎麼玩嗎 數發部澄清約聘人員 只有75人 不是300人 也沒有在洋網軍 但重點是白信納悶 200億成立的數發部 到底政績在哪裡 接著楊教育俊瑩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